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不会吧不会吧 不会还有人不知道 转时夺宝水晶兑换的英雄金蝉 现在可以金币获取了吧 现在上次有个叫金蝉的 渡市之侠的道具 每个售价600金币 打开除了获取名闻碎片外 还有几率直接获取英雄金蝉 保底50个必出金蝉 你可能会说 那不是要3万金币才够 不用 用活动页面找到累积对局活动 只要打个5把即可获得10个箱子 想快的话 实战模拟里的人机可以快速完成 假如有欧皇10个箱子直接开出来 那就相当于免费获取了金蝉 我自己是拿身边两个朋友的号试了试 算上免费的10个箱子 24000金币买了40个箱子 共50个箱子最好获得了金蝉 还有一个号是直接买 没做任务40个箱子也出来了 简而言之 欧皇免费非一点也就24000金币 这不剩现在赶紧弄一个吗 除了金币换金蝉外 还有个免费获取西游英雄四选一的活动 也绝对不要错过 点开活动页面 录在脚下出现一张画卷 再点提升等级按钮 就会看到今日可获得的官文 完成任务获取官文 消耗官文 画卷上的堂上就会前进 每一步是100官文 而每天可以获得600官文 合走6步 抵达英雄宝将处只需要60步 那是不是10天才能抵达呢 并不根据规则 周五至周日官文数量会翻倍 至少能缩短3天时间 也就是说大概一周的任务 就可以在公孙黎猪八戒 珍姬季孙悟空这4个英雄里 选其一了 缺失几个英雄的玩家 可千万别错过了 这可是真正的白票活动了兄弟们 那有的兄弟金蝉也有了 新皮肤也买了 不太会玩怎么办 来这不就遇上过了吗 先给你送上锦缠的名文 单牌带十梦眼十寿力十献祭 主牌十梦眼十寿力十心眼 那为什么要区分单牌主牌 来看一组对比 第一套名文 一级一个二技能甩上去扭头就走 完全不用管 一个即可清完一波兵线 一个连线都不用花时间清理 即可游走蹲鞭 两级就有限制能力的中单 是什么含金量 不需要我多说吧 第二套名文 一个二技能 小兵会剩下一丝血 没有辅助提前帮你打那一点伤害 你就无法直接开始游走 第二套更适合主牌配合队友 第一套适合单牌自己带节奏 那鞋子是强烈推荐新版的吉普之靴 经常虽然打中路 但在吉普之靴的加持下 他根本不需要带在中路 每次回来就是一个二一 即可离去 新线简直不要太快 不过注意啊 记得二技能要把小兵吸到一起 再按一 这样的话 一技能的三二是可以打到三个兵的 这样你新线才快 另外二技能吸附作用 其实不仅助用于清线 手打时也可以利用二技能 把小兵吸住 不让小兵进来 也是一种有效手段 整体出装如下 这里有很多小伙伴会纠结 先一再二 还是先二再一 这里设计啊 其实是一个手速和命中率的问题 假如一二释放衔接完美无瑕 那么肯定是先一后二比较好 因为一技能释放距离啊 比二技能短 一能打到 二技能肯定也能 但问题在于啊 假如你做不到完美衔接 二技能啊 比一技能稍微慢 那么一点点就会出现 一技能全全消失 二技能还没炸的情况 这个时候敌人就很容易脱离啊 技能范围 所以实战中啊 往往会更多使用啊 先二后一 二技能持续时间较长 也可以借一技能定位 用二技能啊 最后一段炸死敌人 那经常的大招会使二技能加速 可以先用二一命中敌人再开弹 来加速二技能爆炸 同时啊 叠大招所需要的斗子 最后一发大招高伤害击杀敌人 这套连招很实用 配合辉越能完成意想不到的散杀 最后啊 虽然有加杀护铁 但被蹲草一套 也是活不了的 所以啊 二技能探草还是常用的 仅才能二技能啊 只有在敌人脚下的时候 灯才会一个个炸 开不了视野啊 但能知道草里有没有人 时刻警惕吧 一个阿丽名为铁跟的线油留言道啊 大线啊 装备的回血也受到工本的重伤吗 是的 工本大招的五秒内 任何回舞效果都是没有用的哦